蘑菇跟小黃瓜 拾好了 給你們盡看一下這個底妝 我剛才已經把我的brownies切成一塊塊了 今天早上的第一杯咖啡 今天我們朋友要來我們新家拜訪 所以我打算做一個義大利馬鈴薯派 通常一般的馬鈴薯派會再加火腿 但是因為他們是素食者 所以我們就不打算加火腿 買不到麵包糠 所以我就打算用這一種 自己磨一點麵包糠 我就打算用這一種自己磨一點麵包糠 好 那我現在就來開始做我們的馬鈴薯派 首先我們需要大概四顆的馬鈴薯 然後將馬鈴薯洗乾淨就好 然後等一下就削皮之後就拿去電鍋蒸 我先將馬鈴薯削皮 削完一顆啦 我迅速的將馬鈴薯都削完啦 剛剛臨時又決定多放了一顆 然後現在要把它拿到電鍋蒸 馬鈴薯放進電鍋啦 現在就等電鍋蒸熟它 然後現在我要來準備 蘑菇跟切一些小黃瓜 然後還有馬鈴薯進去 然後我請我男朋友幫我做一些麵包糠 Honey Can you help me to make some breadcrum? Thank you 我們用半根黃瓜就好了 他很認真的在後面磨麵包糠 蘑菇跟小黃瓜洗好啦 有人覺得蘑菇超可愛的嗎 好我現在就把它切成小碎塊 像那種一塊一塊小碎塊這樣子 一塊小 sitten 身分別的那種 1個兒 開除 我們有每一塊兒 5個兒 我的蘑菇小顆粒已經切完了 接下來我要來切小黃瓜 這次只用了半條 因為我覺得半條就夠了 小黃瓜我一樣要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飛出這一塊 這個就不要了 然後我會將切好的小黃瓜跟蘑菇放在一起 然後現在就等馬鈴薯蒸熟之後就可以全部把它混在一起啦 Yes Good This is very nice OK that's your job 趁現在馬鈴薯蒸熟我打算先將這個烤盤塗上奶油 然後我用的奶油是這一個 這種青奶油 然後塗完奶油之後呢再撒上麵包屑當成底 剛剛我男朋友說要放雞蛋 我就跟他說不用我記得不用 然後後來我想一想我們去看Recipe 真的要放雞蛋 所以我趕快來放兩顆雞蛋 那我們只要蛋黃的部分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把蛋白跟蛋黃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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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把蛋白蛋黃分離 先好吧 掉進去了 我現在就拿湯匙把它撐起來 掉進去了 掉進去了 現在我將整個烤盤放上面麵包糠 先放一半就好 這個是將做第一層的打底 好的那現在我們烤盤這邊就大概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等馬鈴薯好就可以鋪在上面囉 這邊是正在等待馬鈴薯的鍋子 然後這邊是烤盤已經準備好了 等一下把它們全部混在一起就可以放進烤盤 馬鈴薯把它切碎跟剛剛的小黃瓜蘑菇還有蛋拌在一起 可以盡量把它切成更凝狀一點 因為等一下這樣吃起來才不會有顆粒感 可以加一些黑胡椒 然後再加一些鹽 切成塊一塊的 隨便切立下要的大小就好 不一定要多小塊或是多大塊 接下來把這些加進剛剛的馬鈴薯裡面 再拌一拌就可以鋪上烤盤了 剛剛我鋪上烤盤的時候發現我忘記放馬鈴薯了 所以我現在趕快加進去 接下來就把它整個鋪在烤盤上 接下來呢看你自己要不要撒上一些起司 然後呢撒完之後再撒上一些面包雪剛剛剩下的一半 我很喜歡吃起來會有脆脆的感覺 這樣就完成了然後我們就要放進烤箱烤個30分鐘 剛剛我烤箱已經有先預熱了 我用200度先預熱把它放進烤箱 然後鑽個35分鐘 這邊已經準備好啦 你們來吧 他們的車 你們好嗎? 我們的義大利馬鈴薯派做好了 然後現在就把它分裝給大家 哈囉我朋友他們現在回去了 桌上剛吃完的東西 然後我們喝了一些白酒 那現在我們要來整理 那我男朋友來洗碗 哈囉大家好我是Kimber 我剛去箭走完回到家 可以看到我臉上只是流汗大出遊 那我今天呢把箭走完 我們走大概有10公里吧 超累 我現在的腿不是我的腿 我真的覺得我的腿快廢了 然後 我一回來就想說好 我今天想要來做Bronnie 就是可以晚上可以吃個Bronnie 結果呢 我一回來就想說準備要做的時候 我看一下Recipe 我們需要雞蛋 我們家居然連一顆雞蛋都沒有 所以我就跟我男朋友說 麻煩他去買雞蛋 因為他說他還可以走 然後我是真的是完全走不動 所以呢我男朋友現在出去買雞蛋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喔我這個在家備料 我備其他料 其實也不需要備什麼料 只需要 一些 Vegetable oil 跟一些水就好了 但是我就跟我男朋友說 我要帶在家備料 所以呢他現在出去買 雞蛋 然後我在家就可能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做Bronnie的食材 給你們看一下我這次買的Bronnie是這個 看起來很好吃耶 他就是這樣一整塊一整塊的chunk 希望可以做成功 而且感覺 不是很難 他說只要 就把雞蛋水 整個就是mix 之後 因為他裡面應該是有調 就是麵粉包 放在 烤盤裡面 下去烤個 25分鐘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 還蠻簡單的 希望可以撐 那我現在的東西都已經備好在這邊了 然後這是我的磅秤 跟 做 Bronnie的這個 ingredients 那他這邊的recipe說我們需要有30ml的 Vegetable oil 跟 60ml的water 然後還有一個 全 雞蛋 然後跟8乘8吋的烤盤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吧 我現在磅秤已經變成莫數 然後也已經規定了 大概33ml 超過一點點的沒關係 然後現在呢我要在60ml的water 我去拿一下水 那我現在換個盤子因為 水需要比較多 所以我就換個盤子 那一樣先把它歸零 好我現在歸零了 然後我現在需要60ml的水 水 好60ml的水好了 打開之後呢 他有一個 一大包的 這種粉包 應該就是 整個 拌在一起 那現在就把這包粉包加在 這個大盤子裡面 看裡面還有這種白巧克力耶 看裡面還有這種白巧克力耶 我的雞蛋加進來 為什麼還要成功 如果因為我自己先做個 它吃一盤子 然後也要很滿意 你做到英文 真的還要再不做 你吃到 actions 這是最不用做的 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 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 这样子搅拌均匀后呢 就放进烤盘 好我烤盘已经放上烘焙纸了 但我的烤盘有点大 应该是装不满 可是我家没有小的烤盘 所以我就先用这个 好了我尽量的将他整个都铺平了 但是也都沾到边边了一点 我现在这边已经铺平了 然后现在把它拿去烤箱烤 需要180度大概烤20到25分钟 但是我这次的烤盘比较大 因为我们家没有小的烤盘 所以我就是用我们家有的烤盘 但是感觉做起来应该会比较薄一点点 希望可以成功 Yes And now I need to turn on 刚才我的烤箱已经响了 我来看一下 看起来好像有成功耶 看起来应该是有熟了 对看起来是有熟了 那我现在等它凉之后 就可以把它切块了 我刚才已经把我的brownie 切成一块一块了 我现在想要拿一块来吃吃看 它有点软耶 我拿不起来 拿不起来 它粘住了 它里面长这样 好吃耶 成功 超级大成功的brownie 给你们看一下切面 有没有看起来很好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Kimbo 我今天想要给你们推荐一款我最近超级常使用的粉底液 因为呢我的肤质在这边真的是偏向很干会干到脱皮的那一种 所以我必须要用一款非常滋润的粉底液 那我最近就是每天都在使用这一款 Bobby Brown的新款冬球夏草粉底液 那我的色号是N052 Nature 因为我的肤色没有到很白 所以呢我就挑比较深一点的肤色 深一点的色 好那如果你的肤色比较白一点的话 我建议可以调N032我记得 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向中心一点点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款粉底液在我脸上 超级贴妆的 我没有在做额外的打量 这是它粉底液自带的光泽 很美而且就是跟我的皮肤 真的是完全吸在一起的感觉 那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小的圈景 就是它的遮瑕度不是到非常高 它的遮瑕度我觉得有五成 像我这边有一些斑点啊 痘印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遮掉 比较浅一点点的痘印呢 它还是可以遮掉 那比较深一点的话 你可能就要再用额外的遮瑕 而且它的歪包妆真的是超美的 可是完全就是精品的感觉 像我现在所有手边有的专柜粉底液 我觉得这一款的包装是里面最美的 今天的孔是用Armani的405 是红管的那一支 然后我是用轻拍的方式上 给各位看一下我现在脸上的状况 就是可以看到出来 鼻子这一块是干到脱皮的样子 然后我脸上这一块有点比较偏油 但是嘴角这边又偏干 我每次上保养品跟上底妆 我真的都快疯了 就是那种混合机 又比较偏干一点点 所以呢我这个底板呢 使用这两周 使用这些款东西的小小粉底 真是完全就是 重新拾灰那种蜜糖的感觉 给你们近看一下这个底妆 有没有很美 而且我真的超喜欢这个光泽感的 这一道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很美 干肌千万你都要赶快去入手啊 好那我现在我要出门啰 拜拜 他正在认真的煮饭 那今天晚上就交给他去了 那今天晚上就交给他去了